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觉得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刚在 他如果只在学校学习的话 学校教的东西就比如说动物模拟 然后比如说观察生活 你可能你会有点不太明白说 这个东西跟我演戏有什么关系 就比如说说我演戏我演的是人啊 那我在我在学校学表演的时候 我要我要去模仿一只狗 模仿一只猫 然后去演一个豹子 就是这个 可能很多只在学校学习的人 他会有点觉得说 这两个之间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这跟表演有什么关系 但其实因为我在剧组也有拍戏 然后也有和其他演员 就是曲经啊什么的 其实我就可以找到这个 我就可以很清楚的认识到 学校教给你的每一项课程 每一个训练 它其实要求的是你 就是它训练的是你哪方面的素质 就比如说我们在学校 我们总去演一些动物模拟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表演的入门 那动物模拟 我们要去模仿一只豹子 我们要去模仿一只狗的时候 我们最关键的 我们要观察这个豹子 比如这个豹子和狗 它的动起来的时候 它身体的是哪个不危险动 尤其像猫科动物的时候 它动的时候 它是肩带着这个位置走 它的核心 它的核心这里是怎么样的 就这个是比较细微的 关于身体的控制 和你的观察能力的训练 这个也是在你平时 你去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 用得到的东西 其实一开始都会解放天性吧 我觉得但我看 你好像不需要解放 我的天性是在剧组解放的 对 当时拍北爱的时候 拍北爱之前 有一段时间的训练 然后有剧组的老师带着我 然后有做一些训练 然后我们就当时在北京 然后走在北京的街头 在国贸附近 对 然后就比如说走着走着 然后突然看见公交站台 然后那老师拿起个小DV 说说你去演吧 旁边全部都是上下班的人群 我就要在那开始演戏 我就是戏演员开始在那演啊 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的天性就已经解放了 因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的话 一个没有接受过表演训练 没有接受过解放天性的人的话 他会觉得很 很尴尬 对 很尴尬 你什么时候就是完全觉得已经走出来了 我现在我都觉得应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对 你觉得这个其实也一直做演员 但是你其实大学没有毕业嘛 对 所以就是有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演员的职业性的问题 嗯 其实有意识到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关键问题 你要先 你要先认识到这个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对 这不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 嗯 演员演戏 尤其是演好的戏好的角色的时候 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 对 就是你要为这个角色付出很多东西 然后你要不停的训练 包括角色很多东西 是一些你日常里边你 可能你接触不到的 就是真的就是那样 你要做导演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嗯 导演让你跳水你就跳水 导演让你上马你就要上马 你就要通过 其实你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去做 它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 《腰猫传》跟陈凯歌导演合作 觉得对你刺激大吗 就是你不读读书 很多时候你可能都听不懂导演在说什么 对 但就还好 我还真的是一个比较爱看书的人 嗯 所以你跟他交流就是大概什么样的状态 嗯 但凯歌导演在 对我们这些新人演员的时候 凯歌导演还是会用 用我们比较能能听懂 或者说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来 来告诉我们 因为凯歌导演是一个非常 善于 讲故事 一个非常善于 跟演员沟通的导演 他会很清楚的告诉你 他需要 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什么 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演员 尤其是新人演员就 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因为 你 你其实只要完成导演的想法就好 嗯 对 就是因为可能做一个新人演员 最怕的就是导演说说 没事 你虽然你情绪来了 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觉得说 我们的对一个角色的情绪的考虑 可能没那么准确 嗯 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经验没那么足 或者说是因为 可能确实因为我们生活阅历没那么足 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对于 我们自己对角色的判断 其实没那么有自信 所以说有的时候反而导演说说 说 你就按你的想法来吧的时候 我们会紧张 嗯 对不像一个成熟演一个成熟演就是导演说说来你按你的想法来的时候 演员会很开心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种想法 对对对 他有很多种方法 但是我们年轻演员可能没那么多 这一路你觉得哪一个部分是对你总开窍方面帮助最大 我觉得都蛮大的 说实在话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说是我的启蒙的话 那就是思成导演 因为我觉得思成导演带我入行 他让我认识到的表演是什么 拍戏是什么 但我觉得蓝牙榜同样给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帮助 就是我我那时候我还说说我可能之后几年的拍戏身上都会带着蓝牙榜这部戏给我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一个古装电视剧它那么重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可能电影的拍摄会相对而言比较轻松 但蓝牙榜这么重的工作量可能是我之后很多年的工作状态 对我要习惯的工作状态 然后我要习惯的要提前做好所有的功课 然后要习惯去配合起一个成熟剧组的那种非常快的节奏 我觉得蓝牙榜让我学会挺多东西的这次拍摄过程 此战之后 无论何等罪名加深 我萧萍经一人承担 在蓝牙榜的这种电视剧的创作中 你会去比如说看剧本自己做一些这种创作修改这样 会 然后包括可能拍摄后期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演员大家也会聚在一起聊这场戏 看看哪里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调整和改动 尤其说你在越来越拍摄 就是拍摄的时间越来越长 对这个角色的认识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可能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 或者说是自己想要做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就是演员和导演之间的沟通 这个方面你觉得自己有天赋吗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做点幕后的事 我觉得 我觉得我有可能吧 我有可能可能过过几年可能就先放下演员那个职业 对然后去做点别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电影就是这样 就是你拍戏不光你要知道演员需要做什么 就我当时我在网上看到说很多非常成熟的演员 他是很清楚所有整个剧组所有职业的工作的 灯光录音 然后镜头 尤其是镜头 就是摄影的那边的工作 就是很清楚 比如说你听到那边摄影老师说 换的现在是三五头 七零头 他就非常清楚 一看这个镜头离你的距离 以及这个镜头的那个焦距 他就知道说现在是多大的 然后他就知道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表演的状态 就是比如说说拍我近景的时候 我可以把表情做调整 那比如说拍到半身的时候 我可能就可以加上一些手 那拍到全身的时候就加一些脚 就加一些我步伐上的变化 就不然就是这个再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新人演员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拿背对着镜头演戏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 会有自己的这种设计吗 就是在表演的时候 现在越来越多了 之前一是可能想法没那么多 二也是胆子比较小 没那么大的自信 是不是电视剧的空间会大一点 它会让你设计 理应来说是这样的 你觉得就是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瓶颈 有 尤其是电视剧的拍摄过程吧 因为电视剧的周期比较长 然后演员的 我就反正我可能我觉得 我这个年纪就比较是比较容易 一是比较敏感 二是比较容易有情绪波动的 就是很容易就比如说 因为觉得今天觉得 这场戏好像演的没那么好 或者可能觉得 感觉这个戏拍完之后 看导演那边的 说话的感觉 可能觉得导演是不是对我不满意 就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 一有这样的想法 就容易现在里边出不来 那可能说成熟演员很快能调整过来 但我可能就会调整的比较慢 你觉得现在需要体验吗 就是需要 就是会有找一些 比如说接下来接一些角色 然后去有一个体验的机会 当然需要 但是可能也挺难的 因为现在这个环境吧 其实有点 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做到这些事情 希望能通过一些方式和手段 去体验我的每一个角色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 有时候它也跟生活阅历有关 就比如说 就是一个演员 你随着自己的年龄成熟 你的生活阅历丰富 你娶妻生子 然后你经历过至亲的去世的时候 你的状态就是会不一样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通过一些方式 一些手段能体验到那些 我当然希望自己是一个成熟 能演谁像谁的演员 我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包括现在可能我接的戏 我虽然这个年纪 但我接的那些青春系的角色 也相对而言比较少吧 然后我还是希望能 能早一点步入一个成熟演员的 那个方向和道路 而且我也觉得我一直以来走的路 也是对的 选角色的时候 团队给你的这个意见更大一点 还是你自己主导更多一些 其实是这样 因为可能会接到很多的剧本 然后能会接到很多的项目 但是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把每一个项目都给看一下 都了解一下 然后因为有工作 然后有拍摄 有宣传 包括还有学业 所以说其实这样 就是所有的工作会递到团队那边 他们会先经过一轮的筛选 之后他们把他们觉得 不错的项目再给我 然后最后再由我和团队一起商量的来定夺 你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有没有机会 就比如说让自己增加一些阅历 然后就是更融入生活一些 机会比较少 对 但是 我就是可能我每次拍完戏的时候 我还是会找一个机会出去 然后去一个 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去一个和我平时生活的城市 什么环境不一样的地方 去那里待一待 你现在出去还会说担心 说别人认出你 我觉得可能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 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还好很多 对 因为 我好像还 其实也还好 对 偶尔会被认出来了 就现在有这么多粉丝 以你为榜样 应该说 吴新中也是带来压力的 我觉得你是怎么调和你自己身为偶像 跟你自我之间的这种关系 或者毛病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 可能我们的 我的粉丝 就我们这个年纪的演员 艺人 我们的粉丝其实都是同龄人 然后 对 我觉得同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同龄人的意见和话 因为我 可能我也就从小不太喜欢听 来自父母 来自老师的那种说教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做的什么事情还是会比较容易影响到同龄的这些年轻人的 所以说就一身作则吧 你觉得现在年轻演员中处的这种环境的机会算是比较好的吗 但是也很有压力 我觉得是一个 是一个好的 就有好有坏 我觉得都共存 就好的是你 就是现在的机会相比较之前会很多 对 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想做一名演员 然后你想去拍戏 现在有非常多的作品 非常多的角色可以供你拍 但是紧接着就随着 其实就是因为复造 因为你机会太多了 反而大家容易不珍惜 可能像之前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戏在拍 没有那么多角色在选的时候 可能是很多演员大家去争一个角色 就是每个演员都会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说想去把这角色演好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说我不拍这个 我好像还有别的可以拍 我不拍电影 我有剧 然后我不拍剧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东西 我都可以拍 所以说大家觉得好像我 我努力不努力 我都有饭吃的时候 反而可能大家不会再像之前的前辈那样去进 为了一个角色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和心血 对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就是心态上的调整 你会把这种压力编成动力吗 因为现在其实对年轻演员的评价也挺严苛的 当然会 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角色和作品很多 但是你真正喜欢的还是少 就是说在我真的遇到一个自己非常喜欢 一个非常好的角色的时候 我还是愿意为他付出非常多努力 接下来要拍这个飘秒路 它是一个玄幻剧吧 应该算是 算是 因为那本书我很早之前就有看过 就我小时候是一个 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 对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比较 比较淘气 那时候我们就 很多 尤其那时候刚刚可能 网络比较普及 然后所以说其实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看 所以说其实现在所谓的那些IP啊 所谓的那些 比较火的那些IP 其实我都是我初中高中的时候趴在桌上看完的那些小说 我也是 我也是 所以拜托 kita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否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